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塞在走道或者是塞在很多的空间 那很容易造成像有一些比如说 苍蝇 老鼠 蚂蚁 蟑螂等等的公共卫生问题 甚至因为它过度的囤积呢 然后也造成家人活动空间的受限 这一类已经目前被认定是一种 精神疾病要接受治疗的 这还有什么样的治疗 这种疾病呢 我们目前有从生理心理环境去看 生理脑的角度来讲 会认为到它呢 在它的这一些脑的前额叶啦 还有这个所谓的边缘情绪系统 还有里面呢 有一些跟这种强迫行为有关的组织 它产生了功能上的失调 所以呢它就会一支挥之不去的念头 我要收起起来 我要收起来 不能丢 不能丢 那这一些呢 在目前会发现到是跟血清素 这一些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失调有关 所以呢它就要投用这一类的药物来改善 但有一些太严重呢 说不定要用抗精神病的药物 精神安定药物来治疗 那另外呢 心理治疗的部分呢 我们要采取叫做认知行为治疗 去了解说它过去 它为什么会囤积 那如果了解来龙去脉 有一些人呢 是小时候可能很不恰当的分离焦虑 或是小时候呢 穷得山穷水尽 很怕东西没有人 那这一些原因 让它理清 让它了解到 那我怎么办法修正改善到四度就好 那再来呢 因为囤积的人 他常常有一种呢 所谓的疏压的方法 他囤积起来又有满足感 所以呢 你要教他有没有其他疏压方法 比如说慢跑啦 快走 骑脚踏车运动 或者是找人家说唱作息 作息规律 然后等等的方式呢 让这一些症状可以获得改善 我们临床上面目前带来看呢 大概不少见 有2% 这是最多的报告 第二个呢 它很难治愈 强迫症本身就是一个病程慢性化 容易起起伏伏的疾病 所以呢 他可能主要目标是怎么让那个程度干扰的程度降到最低 然后呢他也比较不会不安 而周遭的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为治疗的目标 那医生请教一下 就是如果说把他一整间的这些杂物垃圾 请这个清洁队直接把他的丢掉的话 他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以这种强暴犯化学去世的概念来讲 你这个就是一次好像要一次清掉 如果你从他的脑袋心理层面 你没有去做治疗处理 那他呢 那种挥之不去的念头还是会在 你呢把它清掉 他可能换个地方 或换个方法再继续囤积 他会复发的 忠实新闻网 囤积症也能治疗改善 采访报导 你的勺当然和喜好 刚ら辉均���导 很爽 Why